据说当汽车濒临坠崖时 只需要一只小鸟就能让汽车失去平衡直接坠崖 这是真的吗 为此土豪小分队请来挖掘机 不到半天时间就打造出一个悬崖 为了确保安全 他们在悬崖下一段距离 设置一段斜坡 可以使他们落入悬崖市平安落地 接着他们开始找汽车悬挂在悬崖的平衡点 首先让前轮跨出悬崖边 然后慢慢踩油门 油门踩太轻车子会不动 油门踩太重车子就会掉入悬崖 最终车内二人组花费了一上午 才找到最佳平衡点 此时车内的二人大气都不敢喘 但是为了验证平衡点 他们晃动身体 打破平衡 车子瞬间坠入悬崖 找到最佳平衡点后 是时候请出今天的主角小鸟 再次将车子置于平衡点 光头老兄将一号组合两只小灰鸟 放在汽车引擎盖上 小灰鸟在方块地玩耍 汽车没有丝毫下坠的迹象 接着光头老兄请来二号选手熊鹰上场 熊鹰不仅比小鸟重 落在汽车上会有更大的加速度 但是汽车已经纹丝未堵 于是他们又将另外一只熊鹰一同放到车头 他们两只一共有将近8斤的重量 但是还是没有破坏汽车的平衡点 接着光头老兄请来重量级选手 一只重12斤的猫头鹰 车内二人已经做好降落的心理准备 但是车子只是轻微晃动了一下 并没有坠入悬崖 看来对于汽车这样的庞然大物 区区几公斤的小鸟是无法打破平衡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 到底需要多大的力量可以打破汽车的平衡呢 为了探究这个力量 凯莉搬来了80个冰冻的火计划 她一支支的放到汽车引擎盖上 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已经放了60支 已经80斤了 接近了但丁未来媳妇的重量 汽车还是毫无反应 最终将80支全部放上也无济于事 这时凯莉使出杀手锏 在汽车引擎盖上扔入一个20斤的重量 处于平衡点的汽车终于有了反应 坠入了悬崖 通过实验证明 一只小鸟无法使汽车坠入悬崖 最终这则留言被破解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